哈利路斯,我是柯斯汀 今天我們要來做一個蠻難的料理 這道料理是一個南京菜 它其實叫做石流包 那石流包的內餡呢 我自己DIY做創意 我用這個 那各位如果想要看我炸燒肉是怎麼製作的話 歡迎點擊這個連結 算是有點技巧的料理 有點像是餃子 或者是燒賣 但是我們不用任何麵皮 全部都是用蛋白來製作 有意思吧 來試試看吧 GO 我們就這樣準備一碗的蛋清 蛋黃呢 部分呢我們可以留著 拌著內餡一起炒 叉燒肉先切成小塊 就是把料切成都一致的大小 因為我們今天做的餡料呢 有一點點像是廣式的料 所以我用這個紅麴豆腐乳 那我取它一點點醬汁去拌 操腸 杏鮑菇 有哦 內餡處理完之後來做蛋清 大家有沒有看到這邊有這些小泡泡 我們要把這濾掉 攪打的過程中要避免混入空氣 這些比較粘稠的部分我們就不要了 下鹽調味 加點芡水 麵皮會是呈現一個淡淡的白色 就像是一般的麵皮一樣 等一下做完的蛋皮呢 就會長得跟一般燒賣水餃的外皮一樣 這邊要再過篩一次 一樣哦 就是為了要抓住這些泡泡 或者是一些雜質 等一下呢就是挑戰的地方 我們要做出薄薄的蛋皮 噴一點點油 要小火 不然會起泡 倒掉多餘 倒掉多餘 這就是我們製作好的蛋皮 這真的很難啊 非常不容易的功夫菜 在這個過程中 我領悟到了幾個很大的重點 首先火不能大 你淋上去的皮也不能過厚 蛋皮成型之後 你要把它慢慢撩起來 拿起來的時候要避免折到 如果一折到 蛋皮就會香黏 就失敗了 最成型的是像這一片 非常完整的一個圓狀 然後你會看到它其實是透光的 所以非常非常的薄 麵皮做完了以後 我們就來包內餡包餃子啦 太多了 好這樣子 這個我覺得應該是2020最困難料理 沒有之一 好嗎 我不曉得你要有多少的廚房經驗 你在廚房裡才可以被准許做這一道菜 那我今天是自己想要試試看 不過這就是一個嘗試嘛 那嘗試了以後才知道真的很難 這種功夫菜真的很不容易 所以 廚師們 辛苦了 你真的很厲害 現在還是要試吃看看 直接吃囉 我們為什麼要這麼高剛 不要用一般的麵皮 要用蛋皮來製作 就是希望可以得到那一種 吹彈可破的口感 大家在吃燒賣或者是小籠包 都會要講求那種皮越薄越好 吃起來那個口感才會順 蛋皮絕對是 它會帶一點點的彈性 這是你在吃一般麵皮絕對感受不到的 因為麵皮會黏嘛 蛋皮反倒是滑順而且彈的 就是為了要追求那個口感 才要做這麼多功夫 那我在裡面包的這個香腸跟燒肉的餡呢 當然就是一個廣式燒辣配上台式香腸的美味 這次做完我覺得下一次如果要再更精進的話 火候的掌握非常重要 最後是你餡跟皮的比例也要拿捏好 因為你餡太多一個不小心就又爆破了 每一個細節都要注意 料理真的有太多可能了啦 它真的很好玩很有趣 而且幾乎是沒有局限的 能夠在家做出這種在餐廳都很少看到的料理 絕對非常有趣 我是克里斯丁 喜歡影片的話不要忘記按讚 分享跟訂閱頻道 有想法歡迎在下面留言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 各位Youtubeers 頻道會員功能已經正式開啟啦 加入會員就可以享用多項專屬功能 以及戈登嗆人貼圖 還在等什麼 趕快加入吧